英国保守党党魁竞逐展开 8人取得参选资格 当地星期三举行第一轮投票 另外在野工党尋求在国会下议院 对首相若寒逊和他领导的政府 提出不信任动议 但被首相辅助致 英国保守党党魁竞逐展开 保守党国会党团1922委员会 星期二宣布 获至少20个党内议员提名 取得参选资格的8个人 包括外相卓慧斯 财相查学礼 前国防大臣莫佩林 曾经出任外相和卫生大臣的 侯俊伟 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 前国务大臣巴德诺克 检察总长柏斐文 和前财相新卫成 运输大臣夏博斯弃选 改为支持新卫成 前卫生大臣贾卫德也宣布弃选 他表示希望在选举结束之后 同僚能够在团结的保守党中互相合作 下议院议员其十弟承认 未能够获得足够的提名 不会继续参选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 新卫成暂时获得最多保守党国会议员支持 曾任财商的他 在伦敦拉票的时候大打经济牌 扬言有刺激国内经济的方案 有别于大部分参选人支持大幅减税 新卫成认为减税只是同话 在修资源平衡下可能加剧通胀 表明不会承诺减税 副首相蓝涛文也在场表态支持新卫成 保守党国会议员星期三会进行首轮投票 参选人要得到至少30个人的支持 才可以进入第二天的次轮投票 直至淘汰剩下两个人 再由全国党员以电子或邮寄方式投票 选出新的党魁 9月5日会公布结果 另一方面 在野工党寻求在国会下议院 对首相约翰逊 和他领导的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 但首相府就已不给时间辩论和表决阻止 原因是动议包括了已经宣布辞职的首相 新党魁选举也在进行 不认为这样做在善用国会时间 批评工党在玩弄政治 建议工党修订动议字眼 例如直接针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就有可能在下一个工作日 提出辩论和表决 工党批评政府做法滥权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报道 欧洲多国继续受到热浪侵袭 西班牙和葡萄牙多地发生山火 应和国会外面的土地 更加因为高温而出现归联 在西班牙西北部奥伦塞 星期二气温高达涉事47度 民众发布进出对抗酷暑 受一股北非尼的热空气影响 西班牙连续三天受热浪侵袭 除了奥伦塞之外 全国也有不少城市气温超过摄氏40度 当局预计热浪会持续到下星期一 令出对最热的奥伦塞发出红色警报 高温和干燥也引发山火 在西部拉德里利亚尔地区 有大片林木被焚围 高温令火势难以控制 拖慢救火进度 鄰近的村庄有几百人要疏散 而在鄰国葡萄牙同样有多处受热浪和山火困扰 在中部的欧伦市一个上星期发生的大型山火 因强风而死灰复燃 鄰近几个村庄有三百人要疏散 有民居被山火波及 当地紧急部门说全国有14度火头 调动了近两千个消防员和超过500部消防车应对 而在英国伦敦气温就达到摄氏31度 虽然温度不及西班牙和葡萄牙 但当地居民说已经是反常的温度 伦敦国会外面一大片草地 因为高温枯死露出泥土 甚至是出现龟裂 每日电讯报就引述气象官员说 当地有机会出现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 打破2019年创下的摄氏38.7度纪录 到时将会发出史上第一次的全国热浪警告 无线电视记者 晚期信报导 俄罗斯指执乌克兰军方 袭击俄控申卡霍夫卡的民用设施 最少7死 几十人受伤 乌方就说是攻击俄军的弹药库 俄乌两军继续激战 已经落入俄军手中的 乌克兰南部城市申卡霍夫卡 有弹药库被炸毁 乌军说是他们的长程火箭 击中一个俄军的弹药库 又殲灭了超过50个俄军 有报道说 怀疑弹药库是被美国提供的 海马斯高基动多管火箭系统炸毁 俄罗斯塔斯社就引述俄方委任的 地方行政首长说 当地的民用设施被乌军袭击 造成至少7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同样位于南部的尼古拉耶夫 有民居遭到炮弹击中着火 也有医疗设施预袭 共造成至少12人受伤 乌方说 俄军出动多管火箭发射器施杂 在东部顿列慈黑的克索夫亚尔 救援人员继续在上星期六 预袭民居的瓦力中搜索生还者 袭击的死者至今增加到43人 另外有9人获救 总统扎连斯基曾经形容这次袭击 是俄军的另一次恐袭 继续有外国官员到访乌克兰 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克克 访问首都基辅 在乌方人员的陪同下 在市中心的纪念场 向阵亡的乌军致哀 他又与扎连斯基会晤 扎连斯基感谢波兰接收大批 逃避今次战事的乌克兰难民 以及对乌军的支援 美国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17亿美元的援助 用于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 据美国国际开发处说 这笔款项是总统拜登在今年5月 承诺直接援污75亿美元的一部分 乌克兰财政部说 已经收到这笔17亿美元 又说在上个月29日收到美方提供的 另外13亿美元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更多 伟白太空望远镜影到的彩色宇宙图像 星期二新公布的其中一组图像 展示距离地球7600光年的船底座星云 一个年轻行星形成区域的边缘 2亿9千万光年外的斯蒂芬五重星系 以及大约2500光年外的蓝环壮星棍 围绕着一火垂死的白礼星 李家超率领司长和副司长 去到立法会出席第一次前天交流会 政府委任六个抗疫专家顾问 深圳湾口岸离境特别核酸检测服务 网上预约系统明天启用 各位我是黄善河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司长和副司长 去到立法会出席第一次前天交流会 李家超对于今次的交流感到满意 在会上多次被追问免检疫通关安排 他强调只要做好精准抗疫 就可以放宽限制 首次的前天交流会 由特首李家超带头 率领三位司长和副司长出席 先和议员带合照 然后闭门背面 合共一个半小时的会面 李家超在会后说感到满意 认为大家讨论坦誠 这次是在我们新起点里面的第一步 怎样由一变到十 由十变到一百 由一百变到无限 令到我们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 行政立法的关系 可以为市民去真真正正 去做到一些实事 令到市民受惠 这个就是我的愿景 交流会虽然没有特定的议题 但多个议员都关注 何时可以免检疫通关 医务卫生局局长盧宠茂 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透露 底港人士有机会在11月之前 有条件免检疫入境 李家超被问到 是否可行的时候强调 要做好一路一路的风险管理 盧教授都说 如果按照现在的数字上升 我们可能到7月底 我们的医疗服务 可能要有四分之一 是拿出来要对付这个疫情的 那我们是怎样去达到 这个最终目标呢 当然都是看疫情的变化 疫情的变化有几样呢 如果各位市民 会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大家努力的 我们的努力最终目的 是将尽量减少人数需要规限 原本我要五千 如果我的新政策做得好 精准做得好 大家亦都配合 我本来五千可能只需要一千 其他四千人就可以自由去活动 李家超说会继续就住最新的防疫策略 和劳宠谋尽早向公众解说 亦都会更清晰和压谣 无线事记者在刘俊荣报道 在前厅交流会上面 有议员亦都提及其他的民生议题 认为交流具建设性 希望做到行政 立法关系互相配合和制衡 第一场前厅交流会分造三节 地区直选 功能界别和选委会界别的议员 奋批与特首或司长闭门会面 可以自由参与不同的小组谈谈 会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彥说 气氛良好 希望行政立法关系有良好进展 我看到议员都是有碗数碗 有碟数碟 是直接这样去说出意见 亦都是直接跟特首和司长 是他们交流的 而在一个星期内 就已经是实行了这个 是做这个交流 是十分之有效率 还有我觉得成果是好的 这是一个好的行政立法的新常态 也加了一个新元素 每节大约半个小时的交流 每个人发言只有几分钟 但不少议员都说是很开始 讨论里面你会听到很多议员 有一些很严肃的提问 也都有一些很轻松幽默的对话 所以这个交流会 其实是可以让议员和官员之间 是用一个很坦诚的机会去沟通 特首新的一些做法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做法来的 也是为将来我们行政立法方面 更加好来到去推进各种的工作 奠定一些基础 大家一坐下 其实都是谈具体的一些地区的议题 政策或者是怎样做 这个就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期望 除了疫情 议员在交流的时候 也都问到其他的民生议题 我们的安老事务 是不是做得足够呢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老人家 住的地方 我自己真的觉得深暗 特首其实所有的答案都很正面 他说最重要是他领导的政府 由他领导下是可以主动出击 我再提醒他 你今年就要处理港帖的可交减机势 我说这件事是很争议性的 你一定要一次过理讯他 他立刻写下 希望由特首领导 是尽快成立一个 北部都会的专责工作组 会上其实大家都对这件事是正面 也都是认同 前厅交流会将会在每个月恒常举行 未来会由司长或者政策局局长主导 母线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导 政府委任六个抗疫专家顾问 包括在上届政府已经获委任的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许树昌 港大微生物学系广座教授袁国勇 以及即将离任的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即将接任港大医学院院长的刘泽星 也都获得今届政府委任 另外获委任的还有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范艺 以及卫生署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雨龙 政府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不是主持专家顾问团的会议 连同政府官员和医管局代表听取专家的专业意见 政府会按疫情发展参考顾问团的建议 制定精准应对策略和措施 星期五开始经深圳湾口岸离境的人 必须持有特别核酸检测预约证明 才可以进行检测 相关的网上预约系统明天凌晨开始启用 政府说星期五开始经深圳湾口岸去内地旅客 取得深圳健康疫苗名额之后 可以经网上检测预约系统 预约过关当日的特别核酸检测时段 需要输入证明、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和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编号 系统可以预约未来7天的特别核酸检测时段 在过关当日旅客需要出示 确认预约的电话短讯或者网页截图 才可以进行特别核酸检测 未能够出示或者未有按照预约时段抵达的人 如果最终未能够在口岸检测 将会不能够继续过关行程 澳门新增32宗确诊个案 今轮疫情累计有1615宗 三人死亡 疫情对居民有多大影响呢? 住澳门记者黄慧之去了解过 为了达到清零 澳门政府星期一起 实施相对静止新措施 所有工商业场所需停运一个星期 根据勞工法 雇主这段时期无需支付雇员的薪酬 不少人搜索、口庭 过个月没有弄工 亲人 没有堂食也没有弄工 都不懂得说 都不知何时都搞得好 是否很难受 当然难受 又不出街 又说不可以出街 做运动又说不可以 有议员说 停业、停工措施影响很多人 有一些 譬如部份的一些行业 其实他们由23号 已经开始停工 或者响应政府的呼吁有限度运作 其实已经是生意上受到影响 部份的僱员其实已经一直在放无薪假 又有一些可能失业当中 因为这两年的疫情 家庭的经济压力确实很大 希望政府的百亿经援措施 可以对企业、居民都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支援和帮助 澳门政府今个月初推出了新一轮百亿抗疫援助措施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慧龙就说 政府一直有留意着疫情的变化 来研判下一阶段的工作 未来会对措施作出部份的调整和补充 和大家一起在疫情下走出困境 至于新增的32宗确诊个案 21宗在管控中发现 其余来自社区 无线电视駐澳门记者王维之报道 北韩新增770多宗发烧病例 连续两日低过1000众 病例累计超过476万 大部分已经康復 1500多宗正在治疗 当局没有公布新增的死亡个案 累计有74人死亡 北韩新增发烧病例 自5月中达到近40万的高峰之后 日直情下降趋势 当局说疫情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日益因应Omicron BA.4和B.5在全球蔓延 已经着手研究主动应对变异株的方案 南韩新增的新冠确诊个案 两个月以来第一次超过4万宗 新增40266宗 是一个星期前的两倍多 重症患者有67人 比前一日少7人 再多12人死亡 总理韩德珠说 因为B.5变异病毒株的传播 疫情比预期反弹得更快 政府将会扩大第4针新冠疫苗接种范围 去到包括50岁或以上的人 以及18岁或以上有潜在疾病的人 又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 增加一站式新冠治疗中心的数量去到一万间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看看财经消息 行指报20856点升11点 总成交是691亿多 提计最活跃股份表现 恒生中国企业跌3号 腾讯控股跌1.4 比亚迪股份升1元 阿里巴巴升4号 天齐里业务升跌 在新尝试 报80.1 盈富基金升2仙 美团升4.7 南方恒生科技升5仙2 有邦保险升7.5 超商银行跌2.6毫半 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回风控股升2.5 有邦保险升7.5 中移动升5仙 港交所跌2.6 香港中华煤气跌1仙 恒生科技指数升51点 看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升3点 深淨成分指数升89点 突破国际发型起 预计上半年纯利 按年升3成半或者更多 推算最少赚超过5亿7千万元人民币 由于主品牌和儿童业务订单可观 在产品创新、零售渠道升级等都有突破 加上专业运动产品收入增长一倍以上 公司上季主品牌零售销售就录得中商位数百分比升幅 支构水平介乎七折至七零折 转看看其他消息 公务员或一加新2.5% 追溯到4月开始生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河培欣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重申 已考虑六个因素才作出今次的决定 行会决定公务员薪酬或一加2.5% 不跟随身酬趋势正指标加2.04%至7.26% 我觉得他亦都尽力去取了一个平衡 特别是照顾了低级公务员 因为他的加幅2.5%是比2.04%是多的 我也都只能够再次表达我对政府这次决定的失望 我一定希望局长了还我们的生酬趋势调查以公道 我们这一次好像公众就觉得 这次生酬调查出来好像跟市场不对 调查其实本身的数据是拿得对的 亦都没有什么在里面令数据是错的 只不过调查本身是一个因素 但是其实社会的经济状况 政府的财政状况等等其他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我们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 其实这个申筹标准的加薪的机制 政府会考虑如何去改 或者你会否继续认为这种机制是恒之有效 政府说现在考虑申筹调整的6个因素足以平衡 如果跟通胀的话 但是当年如果通胀高 但是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差的 那我们如果再跟通胀这样去加薪 就可能会令到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差 做不到很多其他都需要政府用库房的资源去做的事 那这个大蝙蝠的调整在未来 即是本届政府未来的年份 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化呢 没有一个常态的 其实行会真的会根据当年的情况去决定 所以我很相信 就不会是今年这个做法 会是作为一个习惯 他认为今次决定 不会对私人市场的薪酬调整 造成指标性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昆布道 城巴和新巴春年7月合并专营券 运输处说会做好车费调整的把关 我也要强调旧线 现在的线是不会受影响的 如果要移动票价 通常都是跟整体 如果有一个票价调整 才会移动的 好了 的确可能可以用一个新的路线 如果是整个重组方案 我会看一个重组方案的影响 会不会说所谓逼市民 没有了一条平均的线 去踏一条贵很多的线 这个同样的道理 运输处都会把关的 早前承诺今天正式辞职的 斯里兰卡总统拉格帕克萨 已经来过 流亡马尔代夫 不过报道说 国会议长至今 还未接获拉格帕克萨的辞职信 被示威者占据的首都科伦坡总统官邸 继续发生旅游景点 等候入去参观的民众 在门外带牌长龙 斯里兰卡空军政杀 宣布辞职之后 去向一直未明嫁总统拉格帕克萨 和太太以及两个保镖 凌晨坐军机来拐飞抵马尔代夫 巨布拉格帕克萨正是身处首都马雷 之后可能转去亚洲国家 相信他选择流亡 是因为担心落台之后可能被捕 至于他的弟弟 前财长巴西尔 亦都已经离国前往美国 巨布拉格帕克萨之前一天 已经签署辞职信在今日生效 不过国会议长至今 仍未接获他的辞职信 知情人士就透露 辞职信要等到当地黄昏才递交 内架关注拉格帕克萨流亡 加上总理早前亦都已经宣布会辞职 斯里兰卡可能出现权力震控 虽然国会议员已经同意 下个星期三选出新总统 但至今囚组夸党派政府的工作 都未有接近达成共识的迹象 至于反对派领袖普雷玛达萨 早前公开犹疑各做总统 不过报道说他同样缺乏公众支持 由他领导新政府 会否得到民众占纳仍未知数 无线电视记者与明主播 克罗地亚春年加入欧元区 成为第20个欧元国 签署仪式在比利市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举行 欧盟成员国财长星期二通过三项法案 为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 清除最后障碍 由春年1月1日开始 当地货币将会由目前的赴纳 改为欧元 今次是继2015年 纳陶苑加入之后 欧元区再增添新成员 克罗地亚2013年加入欧盟那时 已经表达有意加入欧元区 春年改用欧元之后 预料将会刺激当地经济支柱的旅游业 但不少克罗地亚民众就担心 改用欧元可能引发物价上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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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人